雨之鄉投射五登地區 是全國海拔最高的絲瓜生產地區 在中面只有50公頃 夏季產量佔全國一半 因為氣候變遷影響 加上農民反應 田間的野生蜜蜂逐漸減少 嚴重影響絲瓜壽粉 我們農會跟公司 共同在頭上來放養這個壽粉蜂 這主要我們一回都放25% 我們總共的數量 大概會有一箱大概有2萬隻左右的蜜蜂 所以等於有50萬大軍 在這裡協助我們的農會 把我們絲瓜可以完整的壽粉 因為呢我們這個壽粉蜂最主要用處呢 第一個因為現在氣候有問題 所以導致野蜂的數量減少很多 所以必須經由人工飼養在做放養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呢 就我們在放這個壽粉蜂的時候 讓絲瓜的壽粉率更完整 讓它的過程會越來越漂亮 比較不會說完完僑僑僑 因為很多農民感受到 如果壽粉不完全完完僑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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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 而為了提高絲瓜結果率 與此相公所與農會延續往年的作法 25個蜂箱放置在絲瓜園內 讓50萬隻的蜜蜂加強壽粉 這樣就攪拌來放棚 菜櫃的水分比較好 大家比較偏心 再菜櫃認真就好了 一定生這個比較好 生早如果有五六星以上 因為下雨天造成蜜蜂壽粉 就是壽粉量減低 那我們希望在雨季的時候 也能夠提高壽粉量 那這個業務應該也快十年了 那我們跟農民那邊他們的回饋是認為說 這個工作對他們的產量是有幫助的 義龍救贖相當感謝工部門的用心 尤其絲瓜更是投射五登地區相當重要的經濟週五 希望在蜜蜂大軍的幫助之下可以提高壽粉率 在這處因為可能是天氣的關係 造成這個山量非常不好 所以這處我們的工作跟農會 共同來利用我們的香蜜蜂的補粉 來接受我們的壽粉的補粉 讓我們菜櫃的山量可以貼品質 可以更好 所以這處我們的工作要記得農會 共同來幫助我們的香蜂 共同來替我們鄉親的菜櫃農 可以讓他們的山量來增加 品質越來越好 也歡迎我們頭上這邊來選擇我們的菜櫃的補粉 農會議表示透過蜜蜂的幫忙 可以來幫助絲瓜壽粉 而魚絲鄉頭是五登地區的絲瓜是相當出名的 歡迎全國的好朋友都可以前往選購最優質的絲瓜 記者邱品逸 魚絲採訪報導